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股市也是再次上涨 上海上涨了0.52% 成交于3400点以上 深圳方面则涨了0.35% 也回到了11380点 欧洲股市则有各有涨跌不同 其中英国下跌 德国和法国分别上涨0.3% 美国股市也是基本上是原地不变 虽有上下跌幅 但是整体来说的波动都在0.2%至0.3%左右 股市以外 黄金价格结束了11天的上涨 昨天出现轻微下跌 而原油则有大约是5毛钱美金的上涨 其他方面 比特币因为韩国出台政策打压比特币 使得比特币价格在昨天暴跌10% 目前又回到了15000附近 在其他方面 美元指数则大力反弹 目前是走出了过去一周以来的最高点 今天我们要说的话题是现在我们知道的澳洲房地产限制令 不仅仅限制的是地产行业 我们知道澳洲当地的金融机构呢 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就陆陆续续出台各种政策来限制投资房 和中国有点相似 因为这个钱太多 特别是在降息以后呢 借贷的成本非常之低 很多人呢 从银行借了钱之后呢 就把它投到房地产市场里面去 只要每年上涨的钱超过银行的利息 那它就是属于赚钱 所以说很大程度上来说 我们知道这个房价的上涨和货币政策是有很大关系的 只要一个国家在降息 那么呢 这个信贷的成本 就借贷的成本就非常之低 那最容易刺激呢 就是房地产市场和股市 所以中国也不是 也没有例外 我们看到呢 虽然这个股市呢 刺激了半天 终于回到3400点以上 但是中国的房价现在已经上了天 原因就是因为呢 人民币在不断的被印出来 那么在澳洲方面呢 政府也知道这个印钱印得多 或者说是降息以后呢 会产生大量的货币 因此呢 它虽然是打开了一扇门啊 就是不断的降息 让你们去鼓励去消费 鼓励去借贷 但是呢 也关上了一扇窗 这扇窗就是希望你不要投在房地产上 所以我们看到呢 在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 澳洲主要城市 特别是东部海岸地区的 特别是这个公寓房啊 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跌 目前呢 甚至于已经蔓延到了一部分地区的这个独立别墅房 啊 但是呢 这就是一个新资产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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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价下跌,你不论是公寓房,是自住房,还是,呃,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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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来 一直看到 然后呢 路线 这次 红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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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1 N 1 直到 11 红叶 11 红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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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的想象成 和银行股的股价 也是 不要以为 澳洲 一旦 购买了一回 大部分 房子又买了 其实现在的问题 不仅仅 我们就拿中国举例 我们知道呢 在2014年以前 中国投资在澳洲的地产界 每年的购买 资金总量在50% 到2017年 反而 接近 原因是什么 可以从我们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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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起落落 可以看出来 也是 到处世界各地 买地 买电影院 买油 但是 从2017年年初 我们知道外汇管制条例说到 明确的说到 不鼓励国民 甚至于禁止国民 购买境外的金融产品和 这样一来的话 这个政策使用在民间层上 是用于民企 我们知道 主要的一些民企 在全国内的地区 真心购买的地区 全国内的项目 都在中国 都在中国 买出去 正在如 一些我们之前看到的 恒大也好 绿地也好 也好 在澳洲的一些主要项目 卖的卖 转的转 真正的投资的 聊聊 因此 换句话说 不仅仅是澳洲本地银行 在控制投资方 一些主流的资金 主要来自于中国的国际资金 在撤离 一向前 考分环一次性购买 下一个楼盘 这样的现象 是一句 所以 我的观点是什么 2010年 并不是一个 房地产的收益 如果房地产这边 没钱没赚 这个时候 我们就应该 再去考虑思变 变的是什么 既然房地产没钱赚 当然 金融行业 所以 这个呢 是我在 2018年年初 给大家的解释 并非 地产 重收益 今晚需要注意的事件是 澳洲时间晚上 中欧元 居住失业率 以外 并没有太大消息 因此 今晚欧元的事件 将会比较剧烈 感谢您收看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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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